所有店铺 因為想賺錢 那門生意一定輸 當你是一個富客 過了自己的關 才可以銷售 這位這麼有自信 其實是上水這間小食店的老闆娘 他們的燒賣 在這一區很受歡迎 這裡有三款燒賣 和其他店鋪最大不同 就是燒賣即叫即煮 因為精靈在這裏 皮又爛 燒賣法好像拳頭一樣大 所以我們堅持 要客人等五分鐘 我們就即叫即叫 醬汁就自己煮成 用了很多香料煮 煮了醬汁 淋上咖喱一起煮 等到它入味 咖喱蛋加了新鮮蔬菜 好像紅蔥、洋蔥、薑、蒜 再炒到入味 入口香噴噴 質感煙韌又好入味 很多熟客捧場 鼻醬的燒賣很好吃 它的醬很野味 感覺到有爆香 入味一點 因為它的醬包著整個燒賣 另外兩款燒賣都是即點即煮 蒜香味夠香噴噴 少鹽炸得野味 這間店鋪加上幾十款食物 很多都是即叫即煮 大粒出名什麼 其實出名是燉 有些人聽到要等五分鐘就離開 沒辦法 沒理由 勉強給一些不好吃的食物 四年前的他 本身不是做飲食 四個朋友 柴蛙蛙打算煮食 例如有人上來我家 覺得食物好吃 柴蛙蛙打算開店 不過現在 老闆就只剩下他一個 所有朋友都已經退股 頭兩年真的沒有錢賺 連回來的車費都沒有 但他又繼續撐下去 四年來還不斷試 不斷改良食物 開了我不想這麼快放棄 因為只有一次機會 那幾大都堅持先做 生意慢慢好轉 去年還在燒賣關注組出現 有三百多人留言 那天無端端一天賣了一個星期的燒賣 才接資 真正代落代落都不多 其實打成功都二三萬元一定有 但我現在告訴你 我在這裡這麼久都沒有 是覺得開心得 喜歡有人欣賞吃吃吃